水分 所以它就一直保湿嘛 保湿的状态是这样 如果下一场大雨 它这边整个月会变成这样 对 那个这个叫做它的名字 大家其实应该不会莫松 万年松 松树 又长大变成松树 就是跟松树其实没什么关系 嗯 就是它的 应该叫万年节嘛 就是刚刚就是 就是命名者 把它命名叫万年松 嗯 嗯 那么 它就是六百多种食物 它这个很特别是 它就是长在这种盐壁的环境 嗯 然后 然后 它还是要有水 如果是完全干燥的那个 那个死壁的话 它也不容易长 哦 它挂在这边 然后我们泰亚语 叫做 Gemui Yunai Gemui Yunai Gemui Yunai 这是两种字 组成的这个植物的名称 Gemui是首环 Gemui Yunai Gemui Yunai 是台湾女后 所以是台湾 可能我之前以前是入门的 主线看到台湾女后 拿这个来当那个 当首环在那边谈恋爱 哈哈哈哈 那更重要的是 它就是跟台湾女后 很有关系 怎么说 它不是吃这个 它吃这个 它不吃这个 如果是在 在比较大面积的石壁上面 比较大面积的石壁上面 它一定要经过 比如它们要觅食的路线 一定要经过这边的话 它这个会有一种功能 它有什么功能 猴子在攀附这边的时候 它要有支撑着力 所以它只是轻轻的点到 稍微抓一下 就过去 就过去 所以这个它就会抓着 你看这个蛮硬的 你看我这样打 它已经盘在那边了 我这样打它还不下来 不容易 所以猴子身体轻 然后它就是 稍微抓一下就过去了 接地接地一下 它都这样 哦真的好有趣 哦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万语一松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 把每一种都介绍 你们会昏倒 我们就是这个代表性 还有比较有趣的 才告诉你 嗯 对 好想 然后那个 还是不一样 这全部都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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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那个台大的一个教授叫郭成文老师 对对对对 郭老师常常来这边 他把蕨类也分成十二生肖 其中的其中一个生肖 三月的双鱼座的守护 就是万年松 哦哦 让你们知道一下 他就是因为来过这边 我们有跟他讲 就是那个 我们下期再见